发春季校服了哈 前面大家把校服钱都交上来了 但是今天老师准备给大家退一部分钱 老师为什么退钱呀 因为我要考大家语文题 校长同意了 答对一道题 就可以退一块钱的校服钱 退一块钱也叫退一部分钱 一块钱也是钱了 那回答不出来怎么办呀 回答不出来的就把错题解释变错 那我们可以不回答吗 一块钱我们不要了 不行必须回答 发个校服都要趁机给我们考个试 老师真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呀 怪小道读到什么呢 放心我还准备了好多有趣的问题呢 不全是语文题哦 好了大家上来答题领校服吧 童子用温暖两个字造句 去 简单 金载挑食爱情如烈火 你在小疯狂的人是我 爱如火会温暖了 stop stop 童子游戏没少玩吧你 回去把温暖两个字造识根据给我 一块钱没了 哎一激动损失了一块钱 失策了 把校服穿上吧 用衣和旧造识 比如我胆子小偏一黑就不敢出门 早上起来我一拉屎就肚子饿 好像没毛病 但是咱是女孩子能不能文明一点 一块钱不能给你 回去把这个造识个识根据给我 对了也不行呀 请问狼和狗 生出来的叫什么 叫狼狗 老师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老虎和狮子 生出来的宝宝叫什么 叫 叫 叫老 强强 你套路我 老师 我可没套路你哦 老虎和狮子 生出来的叫 狮虎兽 或者虎狮兽 是你自己 知识储备不足 好吧 是我小微了 强强打对了 角力一块钱 黑人拐黑色 叫肉色吗 这是什么问题呀 这问题得问小微呀 黑人拐黑色 还是叫黑色 不叫柔色 好吧 仅仅没得到一块钱 也不乏作业 阻外桃花三两只 接下一句 春江随暖鸭先知 嗯对了 角力一块钱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嗯对了 小占得到一块钱 用一边一边造卷 我一边往前走 一边往后看 结果掉大坑里了 摔了个狗吃屎 旁边的袍子看见了 大吃一惊 大嘴 你不好好走路 往后看什么 不算你摔谁呀 还有大吃一惊吗 嘿嘿 大吃一惊 大嘴 刚才你好像在骂我 大嘴你个小坏蛋 回去把这个造卷 写十个 再向袍子道歉 哎 到了老师 冲动的惩罚呀 友朋自远方来 后面是什么 友朋自远方来 没带特产 随缘鼻竹 你说啥 哦不对吗 友朋自远方来 我假装不在家 喂 你这都是和谁学的 我和大嘴 还有刘丹丹 李嘟嘟他们学的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大嘴 你又胡说八道 你把外国人都带坏了 你来接这句话 友朋 友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嗯 知道还胡说 你回去 负责把小卑教会 以后不许再胡说了 嗯 知道了老师 小卑没得到一块钱 选择题 妈妈很忙 没时间来开家长会 我很什么 A 愿望 B 失望 C 希望 答案是B 但是我想选C 希望 快小道 你挺勇敢呀 明知道是错的还选 没办法呀 我实在不想 违背我内心的想法 超十遍就十遍呗 又不是真的考试 好 明知故犯 最佳一等 那你回去 超二十遍吧 怎么还可以临时加码呀 果然胳膊 硬不过大腿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新校服 还是旧校服呢